作为近几年飞速发展的电竞行业 不少人从中已是赚钱赚到手软 英雄联盟这款游戏也是风靡全球 作为英雄联盟中的传奇上单PDD 在退役后果端进军主播行业 凭借其帅真可爱的性格被广大朋友们喜欢 从事主播行业的他被人称之为骚猪 主播行业让他吸睛程度堪比一线明星 生活中的他也是一位跑车迷 在节目中也爆出了除了王思聪送的好车之外 自己也买了一辆法拉利488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辆法拉利488 法拉利这个品牌就不用说了 站在跑车金字塔的法拉利已经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法拉利这款车的售价达到了400多万的价格 当然这对骚猪来说只是一笔小钱 法拉利488就如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 坐进驾驶室的时刻已经会让你肾上腺素飙升了 这款车配置一台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达到670匹 最大扭矩达到760牛米 除了强大的发动机之外 这台法拉利在空气动力学上也是用到了极致 融合了F1赛车的经验 大面积的进风口将气更好地引到后方散热器 引擎盖前端也故意挖低形成凹槽 引到通风口与车前正面的气流 提升下压力 在速度上更是高人一筹 有人会说骚猪那么胖能够坐进去吗 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这车的内部空间还是很大的 当然两座的跑车再大也大不到哪去 够骚猪驾驶就行了 这样跑车的科技感也是十足 完全适合骚猪电竞主播的身份 电竞行业让一些先行者赚得满盆泼风 但是每一行想要做到顶级都是需要付出的 所以朋友们360行行行出状元 为了我们将来的跑车努力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